天空TV 第一封信 乐观的人生态度比什么都重要 梦华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波士顿回加州了 接下来你就要一个人生活了 前几天你问起我 你小时候的事情 我想你的童年过得还是很开心快乐的 那时候我们只有你一个孩子 闲暇时间相对较多 你在我回家后总要和我玩 你当时不需要学太多东西 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的快乐 作为父亲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你一辈子都快乐 这也是你母亲的心愿 1996年 我刚到巴尔地摩的时候 看到那里的孩子 花在读书上的时间都不多 平时好像过得很开心 我问美国人 那些孩子从小不拼命读书 就无法考进一个好大学 将来生活艰苦怎么办 美国人说 拼命读书能否让将来的生活更好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快快乐乐的生活18年 这是能够看到的 自己也能够把握 人生能有多少的18年 与其愁眉苦脸的度过少年时光 不如先快快乐乐的过18年 他们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一个乐观的人生态度比什么都重要 巴尔地摩地区的家庭的收入都不算高 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近的那些家庭的收入 恐怕只有硅谷地区家庭的一半 但是大家似乎都过得无忧无虑 非常乐观 当时人们在街上彼此相见 即使不认识也要打个招呼 问一声好 1997年 我在新泽西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旁边的一个小镇生活了一个暑假 那里的人收入水平更高些 对人也是非常友善 我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快乐和幸福 相比之下在硅谷 虽然大家收入不错 但是似乎过得还没有巴尔地摩或者新泽西的人快乐 人如果不能过得快乐 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半点意义 我小时候很穷 如果按照现在的水平来衡量 就是赤品 虽然只能勉强吃饱 平时没有零食 穿的是破旧的衣裳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不快乐 或者觉得生活不好 其实快乐和贫富多少的关系并不大 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优时快乐的源泉 首先来自家庭的和谐 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好年代 贫穷且压抑 在那样的环境下 很多家庭矛盾不断 你的爷爷当时是一个 有一百人左右的单位的领导 在我的印象中 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 诉说他们配偶的不是 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吵过架 这样一个和谐的氛围 让我和你的叔叔感到安心 后来你的奶奶对我说 千万不能在孩子面前发生争执 夫妻之间的矛盾 要在孩子不在场的时候解决 因此我从小上的关于快乐的第一课 就是和谐产生快乐 快乐来自人自然天性的释放 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 考试压力相对较小 因此我和朋友们能在山边水边 自由地游戏玩耍 让孩子们的天性自由发挥 假如住在人口稠密的大楼里 每天除了上课 就是回家做作业 人是很难高兴起来的 相比自然环境 人的环境可能更重要 一个人身处社会 总需要一些朋友 过去没有今天的各种社交活动 但是我们同龄人之间的互动往来 比今天频繁得多 孤独的人是很难快乐的 当然除了外界因素 快乐更多的来自内心 一个人内心豁达 心胸宽广 自然容易快乐 如果一个人不能包容 自诸必较 狭隘自私 那么即使遇到好事 也会怀疑是不是别人的阴谋 这时他就远远离了快乐 因此世界上的贤责都要修心 在这个过程中 快乐自然就会从心里 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圣雄甘地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要么住在牢里 要么奔波于田野乡间 生活环境差得不能再差了 但是 他的内心 永远保持着宁静与淡薄 因此 无论环境如何纷乱 他都能从内在的宁静中 寻得真正的快乐 当一个人在外面承担的义务很重 诠释地位很高时 就更需要提高内心的修养 这样才能保持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过的幸福 但是心中难免充斥着怨气 嫉妒和傲慢等不良情绪 他们都是快乐的敌人 一些人一味追求物质享受 以为钱能够买来快乐 其实 钱对于快乐的作用有限 特别是当它达到一定的数量后 不过是账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缺乏身体健康 卧病在床 纵然有钱 也不如一个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快乐 总的来说 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充满快乐的人 回想一下 我除了有一个乐观的天性 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得还算好 第一 不断地接受教育 与时俱进 学习 获得心知 了解世界的发展本身 就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因此 我一直提倡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第二 有理想并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 人无理想 就会厌倦当前的生活 快乐也就无从谈起 有理想却不去采取行动 不去做 又会失望 苦闷 因此 有理想和身体力行 相辅相成 同时具备 就是快乐的源泉 第三 与人相处共事 尽可能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和谐少争 无争是不可能的 做到少争 还是有可能的 在一个集体中 不要忘自尊大 看清他人 这样就容易与人相处 减少矛盾 自然也容易得到快乐 第四 看透人生 你现在还太年轻 不能体会这一点 也不需要体会 人最终必须看透很多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体会这一点 你很快就要离家 独自上学了 你问我们 对你有什么期望 我们最期望的 就是你在学校里 能够过得快乐 相比你的快乐 取得好成绩 是次要的 长远来讲 我期望看到你一辈子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保持乐观 做一个快乐的人 你的父亲 2015年9月